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影视欣赏 中共海外猎户行动在加拿大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为了阻止陈小阳报关活摘器官秘密 不惜派杀手灭口 危机时刻下期的出现逆转的局面 美女主播如云的中南海后宫 央视焦点新闻的制作内幕 惊心动魄的高层内斗 大副场为您揭秘 焦点追踪驻加拿大办公室里 大伙突然听到林处长决定回国 啊 你要回国 给加拿大政府透露陈宋阳的犯罪证据这事 中纪委遇到了很大阻力 在纪委内部也有一见分析 所以领导让我先回国汇报工作再做决定 我就说嘛 这年头往外跑了 谁手里没点机密 要把证据交给外国政府 就等于自我性命 这决心不容易下呀 就是 咱国家亲密太多了 说错话就泄密了 哎 对 以前有个访民在中南海门口大喊 江泽民去个戏子 就给当做泄密 给抓下来了 你说人家都是哪年的老皇帝了 那人啊 早就放了 啊 为什么呢 自从老江出访西方三国以后 那就不是国家机密了 哦 自我泄密 自我解密 我党的功能真强大呀 现在说的泄密啊 不是你说的那一出 现在是拔起了泥巴露出了萝卜 洗净了泥巴就暴露了萝卜 懂吗 嗯 这次的反对意见确实来自于很高层 说给外国政府透露证据是泄露党的机密 违反党性啊 哎 老林 你回去了 那我们呢 照常运作呀 老林啊 这加拿大也没啥意思 干脆我一块给你回国走了 哎 吴哥 这个不像你的风格 你上回来加拿大可不是这个样子哦 哎 此一时彼一时吗 对对对 乌亚 你还是早点回去 教育评到的严小胖 一直对小王妹妹沉沉欲动 说不定这会儿正趁虚而入呢 行行 你们呢都得留在加拿大 得继续跟踪陈宋阳申请难民这事儿的进程 继续监察的行动 有什么风吹草动还得及时空的联系 乌亚和阿波在办公室里专注的玩镜子游戏 这时下棋走了进来 呦 想会玩挺开心的嘛 闲着也是闲着 从那条点事情来Q-time 杀死时间 阿波啊 昨天采访的粗点出来了没有 没了 一整天那个粗点都没做完 还有闲心在这Q-time 那好 我马上去解 马上去解 吴哥 咱过后再玩吧 我得先把活干完 要不没Q-time呢 他先把我给Q了 咱先把这一关玩完再说 就这种打将游的报道有什么好做的呢 我是吴大运姐 你别耽误我的团队好不好 怎么说话呢 你以前玩心机的时候不也特干净吗 我 我那是利用及时战略游戏锻炼团队合作 统筹调动的能力 是属于拓展培训的 那我们玩游戏就更拓展了 都拓展到人生哲理了 你就瞎白货吧 怎么叫瞎白货呢 我带了阿波这几天 他都生客了 不行 你问问他 俄罗斯方块告诉我们 成功总会消失 而失败一定会累积 超级玛利奥告诉我们 成功不在于你能跳多高 而在于你能走多远 通关才是王道 Game over了 跳得高走不远就会这样 沈颂梁就是个例子了 玛利奥都是我们每个人的缩影 我们都是现实中的玛利奥啊 听听听听 多深刻啊 咱们重新再来一句 算了 在老运户在之前 你们就可着劲儿 撒几天欢吧 向奇说完 继续浏览网站 有大志人的 你什么让跑到我身后的 就刚刚啊 第七处五关Game over之后 夏姐你在看大志源呢 我就是随便看啊 你刚刚看那个文章 是那个活摘器官吧 这个活摘 你想上这儿行吗 夏姐 其实我也一直在偷偷地看 这个大志源呢 你说这个活摘器官 是谁的吗 我说 我当然是这 你怎么跑过来打拼我来了 昨天的采访还在这边 我这才去 我这才去 还放了羊啊你 就你这屌团团的样 还想转变成那员工呢 还真意被旅导不在乎 就管不了你了 我告诉你啊 喂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好 我马上过去 我现在有点事 一会儿回来 要让我看见你 还在这儿吓唤了 看我怎么收拾 夏吉离开了办公室 阿波从百叶窗往外张望 看到陈小阳在楼下徘徊 陈小阳看见夏吉 迎了上去 你怎么直接找上门来了 等下班了 又个地方说不行吗 吹嘴 我已经失眠了两个晚上 今早上穿越了一个想法 皮特你别这样 被我同事看到就坏了 这个想法从我脑子里跳出来 我实在等不及 想马上听听你的意见 什么想法 我想把那件事说出去 什么事 说给谁 还能是什么事 当时活在机关这件事 说给全世界 公出于宙啊 你小展示 你疯了吗 我没疯 我很清醒 这几年 我碰见过几次法轮功的学员 他们在街上跟我讲活摘机关这件事 我不停不相信 发而嘲笑他们 这两天晚上 他们的影子在我脑海里一直晃 现在我知道这件事是真的 这么残忍的事情 如果我还装作不知道的话 我怕我以后天天都会失眠的 那你没想到你爸吗 这是我最不能接受的 只要我爸他已参与了这么残忍邪恶的事 我突然觉得好陌生 我现在都不敢进眼去看他 这事你要是说出去 你不怕你爸申请耐眠的事泡汤了吗 我不知道 我现在脑子想不了这么多 我只要一闭上眼 就想到我爸双手沾满人的鲜血的样子 我都快要崩溃了 Tracy 不说的话我会被憋死的 Peter 我知道你的感受 不过 事情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 Tracy你说 如果我 我把这事曝光 能给我爸输罪吗 加拿大法院能给他网看一面吗 不知道 其实 我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 也很惊讶 他牵扯到你爸 我知道你受了刺激 所以情绪很激动 不过 你听我说 Tracy 你好吗 突然 加拿大友报记者走了过来 I'm good 你是要去我们办公室吗 是的 我约了无央在办事地间里 可是打他的电话没有人接 你知道他在哪吗 在啊 估计是打游戏台投入了没听见 你直接进去就好了 对啊 我还没有当面向你表达感谢 上次你交给我的方国志的文件真的是很给力 我的报道全靠那份文件了 别客气 你还是去感谢Mark吧 那份文件是他寄了给你的 我只是顺手递了一下 对不起 我没有想到会打扰你 呃 没关系 呃 他是谁啊 你交给过他什么文件 哦 就是格波pose上关于方国志的那篇报道 那一幕是从我这儿泄露出去的 哦 对了 这事千万别告诉别人呢 原来是这样 这篇报道是他写的 别说他了 还是说你吧 你千万别冲动 不管有多少强法 先冷静几天 我晚一点再约你 咱们详细谈谈 好了就这样吧 一会儿再有熟人路过看见了 恐怕会引起怀疑 好了我先走了 陈小阳无奈的离弃 下棋和陈小阳会面的这一切 都被笼上的阿姑看得真真切切 陈小阳回到家 呆呆地躺在沙发上 大白天发什么的呀 这两天怎么这么安静 不看米剧了 没事的话 跟我一起去见律师吧 还要我去干嘛 整个过程你最好都参与 了解越详细越好 紧急情况能帮他上忙 你这孩子怎么了 吃了枪药了 怎么了 这会儿你让我详细了解 当初你干那些事 都瞒我这么多年 一点也不让我了解 你 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等会儿 你刚才说我瞒你 什么意思 我什么时候瞒你了 算了 你别装了 你干那些事我都知道了 你都知道什么了 你和白杰夫打电话 我听到了 我知道你不敢给加拿大法院 提供证据 是因为你参与了活摘 反问公学员器官的勾当 小杨 小杨 你听我说 小杨 小杨 你听我说 小杨 你终于还是知道了 我知道 直到有一天你会知道 不过你要相信爸 爸做什么都是为了 为了你 为了我 你把活人的器官当商品卖 是不是为了我 那个时候你年纪小 我想给你未来打个好基础 干什么 爬得快我就干什么 才和白杰夫搭上去 你别说了 你自己想往上爬 不要说是为了我 沈阳 沈阳 这件事你既然知道了 一定要记住 千万千万不能跟任何人说 怎么 现在你怕 我是怕了 这事要走路了 我会被怕行的 在下的这件家业也保不住了 爸 我过去知道 你是很爱钱 很自私 可今天我才发现 你原来还这么怂 这么懦夫 懦夫 你花这个给你 懦夫老爸的钱 陈小阳被老爸伤了一耳光 他愤愤的 跑回自己的房间 小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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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爸刚才太激动了 小阳 你听爸的 你不知道 活着气关这事的厉害 如果让人知道 你了解这件事的内幕 对你有危险 所以爸才一直瞒着你 小阳 爸这时候要去见律师 等我回来再说 陈小阳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上网查资料 您好 这里是全球邮报 用什么帮助吗 我可以和安卓 汤普森先生说话吗 能问一下什么事情吗 我有一些新闻线索 是的 我是安卓 汤普森 请问你是谁啊 我是陈小阳 我要给你提供新闻线索 陈先生 你可以再说一遍吗 这是关于中国的器官活摘 好 好的 我们约个时间地点 见面吧 好的 焦点最终住加拿大办公室里 阿波焦急的催促 发呆的夏奇 去机场 夏奇 我刚刚查过 旅舱子飞机马上就要到了 咱们得马上出发 要不的话怕走车 好 你先把车开到楼下 我马上叫好 好 那你快点啊 菲特 有什么事你快说 我正敢去机场接人呢 Tricy 我现在是关键决断时刻 想再听听你的看法 什么决断 什么 你要给Global Post 安卓汤普森帮料 Are you insane 你真要把这票捅出去啊 你一定要冷静 咱们再想两天好了 安正让你去找个借口 反而又会得推了 等我接完人 晚上去找你 你等我啊 夏奇和阿波 把李丹丹接回办公室 多了多这港交通 跟北京有意思 机场到这正点 我读两小时 就是 401高速早该扩建了 这方面还是中国效率高 领导一拍脑袋 几百亿的工程 就上马了 怎么了 有事啊 没 没事 绿导啊 您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 肯定累坏了吧 那您早点休息 我先走了 师姐 那你先休息 我也走了 阿波走了 你坐下陪我聊聊 聊什么呀 你什么意思啊你 不想跟我聊啊 没 没 我不是那个意思 坐下 陈小阳终于和邮报记者 汤普森见面了 汤普森先生吗 你一定是陈先生了吧 请坐 你刚才说的 前几次视频都已经说过了 我还想多了解一点细节 你还要知道什么细节啊 比如说 这纪委的老林 都见过些什么人 他还办过别的案子吗 你打听这些干啥呀 江台特别嘱咐 我想借这次机会 多了解一点 细委内部的情况 这些我在视频上不好多说 就想见了面跟你想聊 这个 所以 你真有国宅器官的证据 你能通过安全的方式 交给我吗 你觉得什么方式是最安全的 还是当面交给我最安全 我要趁我父亲不在的时候 把文件拷贝一份 但什么时候交给你呢 明天我要去外地采访 星期四晚上回来 这样 你星期五一早就到我办公室 把文件交给我 记住 这几天 要减少外星 减少和别人联系 吕丹丹还想从下期那里 了解更多的情况 真的就知道这些 真的 我就只知道这么多了 下期的手机 又震动了起来 有人找你 没 没事 就是一个普通朋友 你再把无英活动的详细情况 跟我说说 啊 要他干嘛呀 这小子从来不安善 这回来加拿大这么安静 反而让我不安 该不会是又在策划什么损招吧 这次他来加拿大 其实挺不情愿的 挺消极的 除了给鲜华社 做一点打酱油的报道 就是玩游戏 真的没看出来别的 下期 我怎么感觉 你在敷衍我 是姐 瞧您说的 哪能呢 哟 您还挺忙的 到底谁找您 真的就是一个普通的朋友 我看你今天 天一直就不对劲 你在我面前藏得住吗 老实说 到底谁找你 是 下期吞吞吐吐的 说出了陈小杨的名字 吕丹丹立即 闯过下期的手机 敞看 陈小杨 陈小杨要把活着于西方的证据 曝光给媒体 他也是刚刚知道那样的 是你偷了给他的 不是不是 是他吴义装 从他爸那知道的 这么重要的事情 你怎么不马上告诉我 我觉得吧 他就是个富二代 没经过事 收点刺激 说几句气话 不一定是认真的 我就想 再过两天看看 再报告给你 这时候我得马上报告给江南 下期和吕丹丹在咖啡厅里 下期 你回去收拾一下 过几天我们回国吧 回国 那任务呢 我们能做的就到这一步了 后面的江台会安排 江台已经给你回复了 他们紧急启动了 对Global Post管理层的公式 给这些高管施压 把那个叫安主的记者调走 不要再碰活摘机关的事了 那 陈孝阳呢 你该不会真对他有意思吧 哪能呢 您不是让我跟他密切接触吗 我就是想知道 接下来我该做些什么 不要你做任何的事了 江台说 如果他执意曝光机密的话 只好对他采取非常手段 非常手段 难道是 不要再问了 下集我给提醒你 这任务跟感情 可是一定要分开的 这次任务 是你向上跳的大好机会 别把机会糟蹋了 跳得高 能走得远吗 你什么意思呀 没什么 这几天陪我到处转转吧 回国前轻松一下 不要再想任务的事 焦点最终住加拿大办公室里 下集一直看着电脑发呆 夏姐下班了 下班了 这么快就下班了 今天晚上陪绿岛去哪啊 去看舞台剧 吓 绿岛真有品味 行 那我先走了 明天见 OK 拜拜 秦 你倒是秦 嗨 确碎 谢天谢去 你终于接我电话了 怎么这两天 给你打电话 你都不接 就急死我了 谁让你就告诉我 这几天要减少后半戒的联系 啥 你真要爆料给他 怎么见一面 不忙 明天 过了明天就好了 你什么是明天 什么意思 又 又是王达了 阿波返回办公室 取钥匙 Peter 陈小阳 我说你怎么这么近 陈小阳 你听我说 千万不能把政府交出去 你不知道后果有多严重 我已经决定了 我不能背着这个秘密过一生 这事要是被捅出去 你会有危险的 懂吗 已经有人恐吓过我 但这里是加拿大 他们不能怎么样呢 你别幼稚了 你根本不知道 他能干出什么事来 追随 明天 就明天 过了明天 一切就都结束了 喂 喂 第二天早上 无央走进办公室 看见阿波独自一人 坐在办公室里 哟 夏小爷 都这个点了 还没来上班了 被吕倒完开了吧 吴哥 有个事我想跟你聊一下 啥事 夏姐最近这段时间 很不推荐 昨晚我和办公室 拿钥匙的时候 我听到了她一个秘密 秘密 那你为什么告诉我呀 这还有别人吗 我不告诉你 告诉谁呀 你不都是她的人了吗 本来我也想跟她换换看 可是她太表汉 太粗暴了 我的日子比王立军 在薄熙来的手下还难过 况且要是她真的有问题 我之前不报 不也倒霉吗 咱们大裤衩 就像是一棵爬满猴子的树 往上看全是屁股 往下看全是笑脸 左右看都是耳目 出了国也一样 说吧 什么秘密啊 夏姐最近直语古怪 昨儿个她给陈晓阳通风报信 说有什么危险 陈晓阳 有危险 这中纪委想意 都陈总阳 肯定不希望他们父子梁有危险 想危害陈晓阳的 肯定另有其人 可夏琪为什么会知道呢 我也觉得纳闷呢 这里面的水很深啊 可夏琪知道了 为什么要告诉陈晓阳呢 据我观察 他对陈晓阳是真的有意思啊 原来女汉子也有春天啊 五哥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嗯 最好战时什么也不做 不做 那以后太深 搞不清楚状况 不能轻举妄动 绝断时刻 错了一步 就回不了头了 我还以为告诉你个秘密 你会特兴奋呢 最近发生的事太多 身不由己 斗争的兴趣 也不那么旺盛啊 女汉子 好不容易逮这个春天 就让他绽放一把吧 啊 一个戴着墨镜的杀手 提着装有狙击枪的袋子 来到一栋大楼的房间 准备对陈晓阳杀人灭口 这些瞄准镜里 出现了萨奇的身影 挡住了陈晓阳 抢手抽出手枪 冲向了大楼 下棋把陈晓阳拉放到角落里 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没有时间跟你解释了 你不能进大楼的门 可是我要把证据交给安德鲁 没有用了 中国那边给Global Pose 高层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他们不敢碰活摘器官这事 安德鲁已经被调离了 我不信 我要找安德鲁问清楚 哎呀你要是走进大楼的门 就没命了 他们已经绝对要对你下手了 皮特 你跑吧 你先上温哥华 是你妈那儿 难道 这个秘密 难道就没有人敢曝光吗 哎呀快走吧 要不然就来不及了 让我被你这个秘密逃亡 我真的好累啊 你要爆料 就爆料给大紧元吧 大紧元 全世界能报道这件事的 就只有大紧元了 哎呀你快点走吧 崔姐 你和我一起跑吧 啊 你一直走 到一个他们找不到的地方去 突然杀手出现在他俩的密切 听众朋友 今天的影视欣赏就到这里 下期节目将为您送上 第四季的第一集 内部审查 亲爱的听众朋友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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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